嗨,欢迎来到科学的极致生活哦 今天的主题要跟大家分享 敏感肌如何修复 相信很多人都有注意到 抗敏感成了近几年保养品的重要关键字 这也意味着敏感性肌肤的问题越来越多 我们在诊所中就看到不少 好皮肤变敏感,敏感皮肤变九糟 九糟皮肤变得更恶化的案例 大部分有肌肤敏感问题的人 都会选择使用敏感肌专用保养品 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感受到效果越来越差 敏感发作频率甚至越来越高 皮肤反而越来越敏感 有人就会问说 可是我没有擦太多保养品啊 怎么还是敏感啊 还会一直长痘痘 那这个不就是体质造成的吗 这个也是很多人会有的疑问哦 不否认体质也是影响的其中一个因素 但没有擦很多跟没有擦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哦 就算自认为没有擦很多 只不过是随着累积的时间拉长 延缓伤害的发作而已 当肌肤已经出现敏感 就是它要告诉你已经亮红灯的警讯 该让肌肤休息咯 下面的方法可以帮助肌肤修复 你可以先试着这么做 停用所有产品 包含清洁、保养、彩妆用品 这么做是为了让肌肤可以先恢复原有的自我代谢 而且慢慢恢复健康 如果你有痘痘困扰 肌肤恢复健康后 就能维持腺管内的分泌畅通 不仅可以降低长痘痘的机会 甚至过去不断发炎的痘痘肌 都能慢慢自我代谢并修复 最后建议你来做肌肤监测 也能更了解自己的肌肤状态哦 这里是科学的极致生活哦 我是心慈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